运球就快要coach 战术就学coach 路 大家好 我是非官方指定鲁鱼 coach 路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我的宗旨就是让热爱篮球的你每天都能掌球 在学历NBA选校大会还有不到48小时的时候 洛杉矶湖人队空白的主教练岗位终于被正式填补了 杰杰雷蒂克亮相洛杉矶正式成为湖人队史第29任主帅 胡人选帅这件一度比总决赛热度都大的事终于迎来了完结篇 他们心中第一选择肯定是康涅迪克大学的主帅赫尔利 但人家不来胡人也没招 雷蒂克在面试当中给胡人的股东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雷蒂克在那场面试中阐述了自己的篮球哲学 并表达了鞠躬尽瘁的决心 为了证明自己选的不是便宜货 胡人给了雷蒂克一分四年年薪八百万的合同 这虽然不是当下联盟顶级的教练合同 但也不便宜比马祖拉都多了 哈姆之前好像是五百万 一开始胡人的候选人不少 但真正意义上进入决赛圈的只有赫尔利和雷蒂克两个人 你除非给大学教员一份难以想象的权利 比如赛尔蒂克给史蒂文斯的 才有可能打动赫尔利这个级别的大学主帅 但显然胡人只是给了赫尔利一份六年七千万的合同 人家转头就接受了康大六年五千万美元的新合同 在大学执教税更少 所以换算下来也差不多 更重要的是势少不用背锅还不用搬家 胡人是用少帅传统的 小沃顿当初执教了246场下课 已经是胡人最近五任教练里执教场次最多的 再往前数1981年36岁的帕尔莱利成为胡人主帅 第一个赛季就帅队夺冠缓缔造传奇 只望着胡人期望雷蒂克能够成为下一个帕尔莱利式的少帅 但NBA那么多年的历史莱利这样的人物只出现过一次 而雷蒂克大概和莱利是完全不同的执教风格 莱利的执教以严苛著称 胡人生涯末期被詹姆斯沃西公开抱怨 会压力最终离开胡人 而雷蒂克在面试胡人率位以来 强调最多的是沟通 他说他的优点是沟通能力 开放透明的沟通 作为球员他是这么做的 作为教练也是如此 短时间内你很难对雷蒂克的执教水准有个清晰的认知 但从他对胡人管理层阐述的大致方针里 你能看出他绝对是个聪明的人 雷蒂克说他的重点是提高戴维斯的参与度 特别是在比赛末段 并通过更多的利用詹姆斯的无球能力 来减轻詹姆斯的持球负担 雷蒂克知道詹姆斯早该进入到过渡阶段 接下来他的无球角色肯定会越来越大 这就需要胡人迫切找出詹姆斯之外的第二个持球点 哈姆斯奇小李和拉塞尔都没能很好的证认这个责任 而雷蒂克时期如果他能解决胡人的持球问题 就算是有一个好的开端 一如你们所知 雷蒂克曾经是一位出色的NBA投手 近年来则是一位杰出的语言工作者 带着这些宝贵的工作经验 雷蒂克做到了满是胡人对标的采访背板前 用他过去几年练就的说话技巧侃侃而谈 这个画面正式标志着雷蒂克不仅得到了为期四年 总价3200万美元的合同 也接过了NBA世界里关注度最高 工作难度最大的一个主帅岗位 什么 你问雷蒂克的执教经历 怕你们不知道 他特地在发布会上还强调 不知道是否还有人不知道这件事 我是从来没有在NBA执教过的 确切地说雷蒂克没有在任何高水平赛事执教过 大学联赛G联赛NBA非板赛事一律都没有 甚至连任何助教都没有担任过 他唯一的执教履历是在布鲁克林篮球学校 给小学四年级的孩子们当志愿者教练 因为他儿子是这支球队的一员 就是这样一位菜鸟教练在他的胡人出亮相中 就给出了质地有声的承诺 伯克不会再做了 好的上一句当时玩笑 雷蒂克说了很多 我们会具体展开慢慢聊 但首先我们的确要对雷蒂克暂时 离开内容创作这个平台 表达一下遗憾 从球员时代的末期开始 雷蒂克就早早张开怀抱 奔向了这个新时代 如果你了解雷蒂克的一些生平习惯 就该意识到这是一个多么聪明敏锐的人 在他职业生涯后期效力76人时 雷蒂克曾经在33岁34岁的两个赛季 连续创下生涯得分新高 被问及做了哪些改变时 雷蒂克曾经透露过 他获得更多训练时间的秘诀 删掉手机里几乎所有的APP 只留下你生活中必须使用的那少数几个 尤其是把社交媒体删干净以后 雷蒂克发现了 人生原来还有这么多时间可以利用 不仅能拿来保持身体状态 甚至连陪伴家人 见证孩子成长的时间都比以前多了 这是一个能借出网瘾的人 却能精准地把握时代风口 网络新媒体 他早在2016年1月 就成为了北美四大体育连赛中 第二位NBA第一位开通博客的球员 随后八年多的时间里 雷蒂克始终战斗在NBA球员内容生产线的 第一线 后来这条赛道上有不少人 完成了对他流量的超越 比如追问格林 比如宝莱乔治 但绝对没有人能够否认雷蒂克的成功 因为他的博客内容 既讲故事也讨论巨战术 正是因为他的博客ESPN 邀请雷蒂克加入了NBA赛事解说团队 他对比赛的理解和战术分析 这几年在媒体领域收到了广泛好评 这也是因为在他和詹姆斯的博客节目里 雷蒂克能轻松地画出不同战术搭配 对于战术的讲解头头是道 詹姆斯都主动向雷蒂克抛出了合作的橄榄枝 很多人开玩笑 在胡人面试雷蒂克之前 詹姆斯和广大胡人球迷 已经对雷蒂克完成面试了 雷蒂克带着这块敲门砖 敲开此前每一扇门时 都赢得了一片掌声 但在胡人主教练这扇大门前 他所听闻的飞短流长 所遭遇的飞时见识 叫此前何止千倍百倍 没办法在NBA世界里 恐怕没有任何一支其他球队像胡人一样 萨蒂克刚刚拿到了队史第18关 成为NBA历史第一 但论及全球粉丝量恐怕不如胡人远身 勇士在近些年成为了NBA价值最高的球队 但却不像胡人一样 队史悠久门阀林立 更别提如今胡人队内 还有着NBA最重要的成员 詹姆斯或许老了一些 但影响力却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更加巨大 要不如这座深宅大院成为一家之主 你要么身怀绝技 要么身服众望 说白了就是像之前菲尔杰克逊这个级别的教练 在公牛拿完六个冠军以后转头胡人麾下 才能让紫金军团上上下下都按束大拇指 菲尔杰克逊的确没让人失望 两度执掌胡人 带领球队拿下五座总冠军奖杯 让胡人队在21世纪步上了一座又一座新的高峰 但自从菲尔离任后 胡人的教练岗位就再三更迭 再没有人能执教胡人三年以上 带领球队出战常规赛最多的教练竟然是 卢克沃顿 甚至于带队拿下2020年原区总冠军的 弗兰克沃格尔也没能在胡人待到三年以上 因此当胡人宣布前任主教练达尔文哈姆夏克后 这支豪门球队就进入了艰难的选帅流程 艰难体现在何处 我们做个最直观的对比 今天夏天NV换帅的球队数量着实不少 其中太阳队5月9日炒掉弗兰克沃格尔 5月17日宣布布登霍尔则上任 空白期8天 黄蜂队4月3日称老帅克里福德赛季结束离任 4月14日赛季结束 5月9日宣布查尔斯里接过教编 历时25天 骑士队5月23日宣布解雇JB比克斯塔夫 6月25日正式聘用肯尼阿特金森 历时33天 而胡人方面 在5月3日赛季结束后不久 便发布了达尔文哈姆不再担任球队主帅的消息 而到各家媒体报道雷迪克确定担任胡人主帅 期间的过程长达48天 而雷迪克在胡人正式亮相的见面会 甚至一直等到距离选修大会 只有两天时才姗姗来迟 当然胡人如果要静止找雷迪克 本来不用那么麻烦的 雷迪克要在ESPN解说总决赛显然不是什么问题 人家查尔斯里甚至还在塞尔迪克以首席助教身份 征战总决赛呢 也不妨碍下一轮的面试工作 胡人花费那么大的时间成本 其原因恐怕在于 他们对于雷迪克也不完全满意 或者说的再婉转一点 他们也知道球迷会对雷迪克有所不满 对于胡人球迷来说 雷迪克你评论比赛 我会坐在电视机前看直播 你和詹姆斯的节目我点赞收藏 但你说你要指教我们胡人 完了完了 这下完蛋了 这胡人管理层又在搞什么 又弄了个菜鸡教练来 所以胡人和雷迪克之间 都没来远去好一段时间后 不仅迟迟没有签约 甚至还在中途杀出了一个全新的匪为人选 如今在NCA大学篮球界 最炙手可热的教练没有之一 那就是带领康涅迪克大学 实现了两连贯伟业的丹鹤利 这听上去可能是一个配得上胡人的名字 双方之间的接触 也一度进入到了实质性的阶段 但最终丹鹤利还是非常巧妙的拒绝了胡人 此前我有过这样的猜想 胡人队最初被传出给鹤利的合同是 八年一亿美元 但最终披露的价格则是六年七千万 这个数字本身就颇为值得玩味 因为在今年早些时候 NBA豪门肯塔基的主帅 约翰卡利帕里转投阿肯瑟大学 这所豪强学校就已经试图挖角过单鹤利 而据著名记者萨姆阿美科透露 那一份合同价值已经达到了六年七千五百万美元 所以胡人在一份价值更高的合同 已经被拒绝的前提下 再开出六年七千万的价码 可能寻求的本就不是鹤利的点头 而是一个礼貌的拒绝 如果当时鹤利选择接受 那么迎接所有人的并非是一个阶段欢喜的结果 对康纳阿颜他们将失去球队最重要的灵魂人物 问鼎历史性三连冠尾业的希望 瞬间会变成净化水域 而鹤利也将踏上一条未知的道路 他原本留在康纳迪克大学的合同就在六年五千万美元以上 算上加州康王的周税以及康大的奖金条款 双方各自合同下能给到每年收入到手的差距并没有那么大 而拒绝了胡人 以后鹤利还能和康大重新开架 所以只有当鹤利礼貌的拒绝胡人 才会是一个愉快的局面 康大赢回了他们魅力非凡的主帅 而鹤利将继续统领着他的帝国 在大学篮球世界里 他一言九点 全美五星高中生斯蒂芬卡斯尔前往康大面试时 父母甚至反复要跟教练表态 我们这个孩子 您说什么他就干什么 脏活累活都没问题 这才能打动鹤利这个级别的教练 如果去到胡人呢 巴斯家族 佩林卡 詹姆斯 农眉 甚至包括里希保罗 哪个不是对球队有巨大影响力的大人物 在这个队里 鹤利能算老几呢 只有现如今这个情况 鹤利顶着拒绝了洛杉矶胡人的光环回到学校 他不仅赢得了忠诚的美名 同时还拥有着创造历史的巨大可能 当然在这条新闻报道上 反复扔出重磅消息的沃神也赢了 最终得到胡人主帅这个岗位的雷迪克 更是大赢特赢 他在发布会上也大方表示 你说我介不介意胡人和鹤利的联系 别闹了 他带队拿了两届全美冠军 我带领我们小学生球队 在三四年级也实现了地区两连贯 我能不理解吗 我可太理解了 确实 大家本来也就在相亲过程中 女神愿你吃个饭 我有啥权利不让你去呢 更何况你最后又不会和女神走到一起 哦 你说胡人没娶到女神赢在哪了 这其实才是最有意思的地方 各位请试想一下 胡人队真请来了丹河里 他就一定会在这个岗位上取得成功吗 一个白人没有打过NBA一言堂 和谁的关系都不算太亲密 还是那句话 胡人这个门法林立的深宅大院 这样一位根基不深的大学教练 他真的掌控得了吗 放眼篮球世界能够在NBA和NCA都取得冠军的教练期间 仍只有拉里布朗一人 而拉里布朗在NBA的成功最终是靠一支极为特殊的球队 04年的活塞所实现的 其他大学名帅在过去30年间转型NBA主帅 几乎全都失败了 什么李克皮蒂诺 什么约翰卡里帕利 最终都回到了大学篮球的舒适圈内 内拉德史迪文斯可能算是近年来最成功的代表 但是第一史迪文斯2013年执掌塞尔蒂克时 球队正处于百飞带星的又一个低谷 丹尼安吉全力相挺才确定了史迪文斯的地位 第二史迪文斯在2021年选择激流勇退 也是因为他自问对更衣室掌控不利 果然随后的两任主教练乌杜卡马祖拉 都将球队带进了总决赛 做到了史迪文斯未曾做到的事情 实际上当赫利和活人队相匹配的只有一点 那就是他冠军教头的身份 当活人在NBA世界里找不到最佳答案时 这个来自NBA以外的选项 能给球迷足够的想象空间 而一旦赫利拒绝 巴斯家族和喷里卡对球迷也就能交代的过去了 你看不是我们不努力 人家教练自己不愿意来 所以只有当赫利拒绝后 活人才能省下接近4000万美元 去签他们早已想好的人选 同时也不会再受人以柄了 这女说请雷迪克是否能帮活人腾飞 甚至带领球队夺冠 那就已经完全是下一个命题了 雷迪克不是第二个史迪福克尔 虽然在NBA都是射手 虽然都当过解说员 但指望任何一个菜鸟能复制 当年克尔在勇士第一个赛季 就打下了67胜和总冠军的成绩 恐怕都是不切实际的更何况 以如今活人的现状 要完成冲击总冠军这个目标 詹姆斯的状态 浓眉的健康 佩林卡的运作 这些东西可能都比雷迪克的 执教水平更重要 至少从目前来看 和下课是已经失去 更一式支持的达尔文哈姆相比 詹姆斯说他基本没参与选帅 但雷迪克和他如今私交甚毒 已经是公开的信息 浓眉则参与了选帅 并且喜欢雷迪克这个选择 雷迪克也已经设定了进攻 要更多围绕浓眉 争取进一步提升 其侧应能力的心理念 只要和这二位能心理相通 骑士工作就完成一多半了 雷迪克是幸运的 他毫不掩饰自己的野心 从2023年在暴龙队参与过面试后 他就对只想一支NBA球队 越来越感兴趣了 没想到只等了一年 NBA第一豪文就已经在他的掌控 甚至他杀人的这一天 还是雷迪克40周岁的生日 如果人生一直拿的都是这样的耍文剧本 那对生活有一些幻想也就说得通了 在亮相胡人的发布会上 四十不惑的雷迪克就说 我认为我们现在的阵容 距离一支总冠军球队并不远 最后给大家打个预防针 上一个没有任何指导经验 直接上任的主教练 执教的是杜兰特 欧文和哈登 在161场比赛和83套不同的手法阵容之后 那时黯然下课 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还没看够 想要了解更深度的战术分析 那就点点订阅 鲁与我期待和你一起掌球